第十屆中大新聞獎就日舉行頒獎禮 本部記者到大公報Facebook網頁瀏覽時 並未找到相關貼文 有網民指有關貼文已經被刪除 並少賢在香港做記者 都不知道港台前編導蔡玉玲的樣子 該網民又說當日不排除做配圖的不是香港人 就不知道香港的蔡玉玲是什麼樣子 第十屆中大新聞獎就日舉行頒獎禮 港台前編導蔡玉玲、鄭詩詩的團隊 憑著鏗槍集721系列報導 奪得中大新聞獎、最佳視像專題大獎及優異獎 鄭詩詩代表團隊領獎時表示 人在做、天在看、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 團隊努力留下真實紀錄 感謝那個時代的港台 不過大公報就質疑有關獎項頒給已經表明不參賽的港台 港台回應該部查詢時表示 節目的知識產權屬於港台所有 目前正瞭解事件會就事件諮詢法律意見 研究下一步行動